今天來到我們探討移民三大危機和三大轉機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看移民就以 衣食住行這四個點來看 以為解決了這四個點就沒什麼需要擔心 但發現移民來到之後很多時候出現了三大危機 現在不小心的時候其實很容易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而第一個危機是什麼呢 就是抑鬱 移民很多時候都出現抑鬱的症狀 包括情緒低落 經常發脾氣 或者吃東西不振 暴食 看中罩降或者罩星 或者很多時候感覺到很皮乏 無精打採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在外國的天氣 他們的日出和日落的時間很不同 語言 語言的困難 和人交往 或者很怕接觸一些 和自己完全不認識 不同的人 以這些抑鬱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發生的 好像大溫哥說 在小年的地方 出現了一對移民 四十一歲的中國移民譚女士 患上抑鬱就自殺了 跟著呢 去年一年之前呢 就離婚了的時候呢 她的丈夫 也都重量患了抑鬱症呢 就沒有了生命了 最後呢 兩個人呢 就留下了兩個兒子 包括十二歲和十歲 那第二個呢 就是關於文化的衝突 文化衝突的症狀呢 可能很怕去融入那個社會 有時候呢 會覺得可能我自己不好 不夠好的時候呢 很怕沒有面子 也都有很多的恐懼感 也都可能呢 很多時候呢 就是我們只是跟自己 跟一個背景的人相處 因為我們很怕去接觸其他人 為什麼有這樣呢 其實因為可能我們 跟外國的社會關心的東西不同 就好像我們有時候 關心我們喜歡Hockey 或者足球 價值觀不同 譬如中國人是比較含蓄的 收買內心裏面不說的 但是西人呢 就很直接的 一針見血就說個問題 就沒有什麼保留 那就是如果我們 不認識的時候呢 心臟不夠強 就很容易覺得 被感覺被傷害 特別好像在疫情的裏面 戴不戴口罩 初期的時候 西人就好像不戴過 而中國人很緊張 很擔心 有些擔心到甚至要回國 所以有一個 記得有一個時候呢 有一個西人曾經勸過我 你叫我 不要戴口罩啊 其實呢 反而你的免疫力不夠強啊 等等 即是跟我們的想法 很不同 所以這些文化衝突 文化的差異呢 很多時候呢 就成為了一個問題在這裏 那第三個危機呢 可能是期望和失望 在這個症狀裏面 有些人呢 可能很不開心 覺得自己被騙了來這裏 或者呢 對什麼事呢 都沒有什麼興趣 非常之失望 或者呢 可能因為小事呢 很容易激動一個很大的反應 為什麼有這些的發生呢 就是 可能之前呢 太過同景外地的生活 因為可能旅遊的時候 覺得這個地方不錯啊 很喜歡啊 但是到現實生活的時候呢 就好像完全的相反 或者有些人呢 是自己國家裏面 有好的工作 入色和身份 但是來到外國的時候呢 就這些東西沒有了 這些紅利沒有了的時候呢 有些好像 覺得 哎 以前都是好些 不如回去吧 這樣的心情 沒有辦法去過渡到這個新的生活 那好像認識一些國內的朋友 因為 中國裏面有很多好的工作 很多好的東西 但是來到這裏呢 變得 什麼都不痛 什麼都沒有了 就感覺很多傷害 有些呢 就甚至回去了 或者移民的男士 好像一種很失落的感覺 因為好像打不開自己的框框 那個位子啊 所以有時候呢 就移民到這裏呢 反而就很耐心失業的呢 打擊到他們的自信心 但移民呢 雖然呢 有三大危機 但是呢 來到這個新的地方 也有三大的轉機 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有些什麼 我們可以 改變到這些情緒上的困難呢 第一個呢 可以去參考的 就是其實可以參與教會的 其實教會一個地方 可以認識到很多不同的人 教會也都在一個地方 可以遇到很多唐路人的 同理啊 或者的經歷呢 跟他們的經歷都很相似 也是一個地方 可以認識耶穌基督的地方 幫助你在這個移民地方 都找到一些生命的方向 和依靠 也都教會會幫人去祈禱 就是感受一下祈禱 其實對移民的生活 有很大的幫助 也都在這個社區當中 幫助你空式 和進入一個社會的上面 怎樣接軌呢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來的 第二個呢 有的轉機呢 其實可以是 尋找一個新的 hobby 或者新的興趣 我認識很多新移民 有了這些興趣 其實有感恩的生活 就自然會多些 也都因為他們可以發掘出 自己一些新的興趣 好在認識一些女的移民 他們學習做一下糕點 給自己家人吃 吃到見到他們 大家很開心的時候 那種的滿足感 是很難形容的 也都好像男士 他們選擇可能去行山 這些新的 hobby 以前沒有時間 或者沒有這個機會 現在找到一個新的興趣 也都是一個新的機會去探索 原來發現新移民 他們有興趣的時候 自然就會開心很多 會更多的感恩 少了很多的 譬如抑鬱症 會帶來的很多的問題 第三個呢 就是義工服務 其實外國地方 很靠義工來幫忙 總類是包羅萬有 不是很需要懂得語言 或者只要肯出力 就可以了 這些例子 可能派一飯 學校裏面幫老師做做教 打電話給老人家聊天 教人做練習 或者去中文學校做文書 做義工真的可以幫助我們 來融入社會 認識更多本地的文化 是真的移民的一個 很大很大的幫助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個 移民的故事 我自己的故事就是 我中學的時候移民 年輕的時候 就經歷了很多的挫折 很多不開心了好幾年的 最後都可能是因為 參與教會 有新的興趣打籃球 亦都在教會裏面做一下義工 亦都幫助我 離開了之前所說的 三個的危機 我自己有一個很大的感受 就是整個人不同 當我能夠經歷到新的事情 更加感受 去欣賞當地的文化 和帶給我很多的好處 其實每一條短片都放了很多時間 和心思 如果你喜歡的話 給個讚 和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多謝你